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是是 就破冰了 破冰是這樣子 我約會偶爾回來 我們當然說他還沒 還沒那個就是接受的時候 我們一定是一樣沒事獻殷勤 那我知道他喜歡小酌 然後我就陪他小酌 小酌完就是我就陪他 因為從上來回 因為很多朋友會約說吃飯幹嘛 我就在旁邊那個小弟 倒酒啊什麼之類的 小酌完變大酌 就是回到家之後 酒喝開了就變大酌 大酌之後我太太就很生氣 他說你們喝成這樣子 我以前就是不喜歡 嫁給一個愛喝酒的人 我太太就把我跟我岳父趕出去 趕你跟岳父出去 直接退出去說你們都不要回來了 家規說十二點之前一定要回來 你們兩個喝到凌晨兩點才回來 然後他還說我一個他帶小孩 還要布你們兩個 就把他們推出去 結果你們兩個就繼續去喝 對 很可憐你知道 在7-11門口對面的小椅子上 然後買了那種啤酒 他冷的藥室在那邊喝 可是喝了之後就把自己內心的想法 講出來就跟他道歉說 其實我當初的決定真的是太衝動 沒有看過你 然後我們家也沒有看過 看過他 然後就這樣結婚 很道歉 你的家人也沒有看過你太太 那時候看過 看過 可是沒有看過對方家長 因為我們公證四天就公證了 然後我媽在看我在拉里車的 那個那個邊條的時候 她覺得不對 你們不是開玩笑 不是那種年輕人 談人家說老公老婆 真的要去公證 然後我媽就很生氣 就是說你去把你女朋友帶過來 就問說我都沒有看過你爸爸你媽媽 你怎麼就這樣結婚 可是我們已經預約好了 公證出來兩個禮拜之前去預約 明天就是要去 然後他爸就封鎖 不接電話 反對 然後他媽媽三歲離婚就去了日本 然後就問他媽媽說 他問他媽媽電話 我媽媽打過去 就說你女兒要結婚了你知道嗎 他說我不知道 他沒有跟我講 他說他們兩個很像很衝動要去結婚了 然後他媽媽就 我媽媽就把電話拿到旁邊去 他說 他媽媽問他說 他們是不是懷孕了 然後我媽說不會 我看他們才認識才幾天而已 四天怎麼懷孕 對 然後就我們就公證完 就請了兩桌自己同學 後來隔了五六個月 我媽的朋友說 就跑去跟他的朋友講 就去跟我媽講說 聽說你兒子幾位 你看不起我們 你都不用厭客 沒有請客 可是問你南方那邊 還在氣啊 後來就 我媽又厭客了一次 後來是到最後八月 九二年的八月八號 他爸願意回來 就是小孩要生了嘛 才願意回來 就是參加婚禮這樣子 是是 那就恭喜你 你說你們因為一句玩笑話 所以四天就去公證 是什麼玩笑話 他傳一個那個蘇芮的牽手 就是一輩子要永遠在一起那樣子 我也是只有傳給我 他就全 他覺得歌詞他穿給全班 只有我自己誤會說 他要跟我結婚 只有你誤會 對啊 只有你誤會 那他總要跟你說清楚啊 沒有 我就直接就傳人家說 那我們來結婚吧 然後他可能也覺得開玩笑 好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真的去買鑽戒 然後再全班 因為我們是外語系的嘛 外語系的時候就是 也是像我一個圓圈圈 我就上課的時候假裝出去 所以我肚子痛上一上廁所 然後就從外面衝進來 然後跪在他前面 在老師面前的跪著跟他求婚 他就在上課的時候 大學 對 還有 二專 二專的時候 對 但是我太太還是有把 還是有把大學讀完 就是邊懷孕有沒有 邊上課 對 那你在課堂上 跟他這個求婚獻花 他怎麼說 他很緊張啊 他以為是不是怎麼來 這是開玩笑 現在搞得很像很真耶 然後他就說我願意 他說趕快 趕快 什麼東西趕快 趕快套進去啊 誰說 我老婆啊 我就跪在那邊 就是跪在那邊跟他求婚 然後因為他之前 已經口頭上答應我說 好啊 那就結啊 可是他那時候 可能只是玩笑話 沒想到我就來真的 可是他覺得大家都在看 我想說不要 不是很丟臉嗎 對 他在答應 好險我們就是 這十八年來都過得 還幸福快樂 恭喜 所以你本來就有喜歡他對不對 應該喜歡很久了吧 沒有啊 就喜歡到一個多元 我男生都這樣講 舉到手都這樣講 因為我們九月 九月中才開學嘛 然後我們十月十五的時候 確定關係 我那天牽他的手 送他回家 說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嗎 什麼之類的 對 這個不容易 就是散婚 然後有辦法維繫感情到現在 而且還很不錯 十八年然後四個小孩 還生四個 還生四個小孩 這很散 比大一時還要散 現在跟岳父的感情如何 感情很好啊 對啊 常常喝醉嗎 現在沒有辦法喝醉 年紀大了 對啊 可是那個岳父很關心 每個孫子的學習狀態 每天都會跟四個小朋友 就是連線四序 岳父現在還在上海啊 沒有 現在在LA 在洛杉磯 對 他本來是去照顧奶奶 後來奶奶過世之後 就留在那裡工作 對 好 那這個請教一下吳老師 感覺上 因為我們一直在談婆媳問題 很少有人談這個 女婿跟岳父的問題 對 是不是 男人跟男人之間 是不是不一樣 這麼說 因為在一個傳統的家族裡面 女性就是這個媳婦的角色 一直被看得很需要 不是重要 是需要 你要做所有應該要做的事 但是對女婿來講 他會覺得說 你把我女婦子顧好生就好了 像我老公要結婚的時候 我爸爸知道說 你沒有結婚就懷孕 就把我老公疊去 說你比較注意 你們是先有後婚喔 對 以前是不可以講開來 現在是流行 黃醫師也覺得很震撼耶 流行耶 我做錯什麼 招待時代的尖端 那時候是下的要命 在那個年代 先有後婚很少 然後我爸爸就跟我老公下馬威 說你後來 如果跟我們女兒子 怎麼樣 你再看看 就先下馬威 所以我老公就 是... 就這樣的方式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在家族裡面 女婿你只要對我女兒好 其他都沒關係 但是媳婦 你一定要對我們全家都好 是 全家講你要做什麼事 你都要做 所以那個角色不同 位置不同 是 所以 責任就不一樣 好 這個黃醫師 他比較敏銳 他問說 為什麼你們家 沒有婆媳問題 因為我是... 我是單親是 我是跟媽媽長大 然後我太太是跟爸爸長大 所以說 我太太對媽媽這個音 可能是從小都不會叫的 可是他第一次看到我媽的時候 就叫媽 那我媽就很開心 然後我老婆是很陽拍那種 就主動抱我媽 我媽就感受到 全所未有的那種 女兒的愛的感覺 而且我老婆就是 因為沒有媽媽 會去做一些 女兒會對媽媽 做的事情 例如說 我們在賣東西 賣一些那種化妝品 我老婆覺得 我媽說最近曬太陽 騎摩車曬太陽 我老婆就趕快把防曬送過去 面膜送去 要陪她一起敷臉 很好 然後去洗溫泉的時候 我老婆會主動幫我媽 上精油什麼之類的 然後幫她按摩 她同行的那些同學 就覺得奇怪 這個是你女兒嗎 怎麼不可能是你 你媳婦 對啊 不可能是媳婦 媳婦不可能做到這樣子 然後還有 我老婆很會 因為我媽到老的時候 就有點 覺得她不被需要 我老婆會製造 她就是成就感 就像她會說 媽 你那天煮的 那個乳白菜好好吃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弄 我媽說 妳要知道 我煮給妳吃 對 我說 妳現在來 我現在來人家 我現在煮給妳吃 對 這個也厲害 對 妳以前有對婆婆 第一次見到的時候 媽 然後就把她抱著嗎 沒有 我就跟她講 她第一次 我前婆婆第一次見到我的時候 是因為已經七十幾歲 然後想要開白內臟 所以我們第一次的畫面 是在討論白內臟 然後但是我自己覺得就是說 我其實也有 我覺得剛剛這個 維尼爸講的這個故事 其實很值得大家學習 就是說一個互相 那所以其實你不要看我這樣 其實當年我前婆婆 假設吳老師演一下 我們也是牽著她的手下樓梯 就是說 對 後來會 所以我說為什麼 維尼爸這邊沒有婆媳問題 我覺得這邊有個 應該是維尼爸的媽媽 是個關鍵 就是說如果 因為維尼爸好像是沒有 其他的姐妹 有一個哥哥 有哥哥嘛 對不對 有哥哥 有弟弟 沒有女兒 對 那我們本來 沒有姐妹 我們本來比較好奇的是 因為通常如果是單親媽媽 含辛茹苦養大兒子的 其實通常婆媳問題會比較多 所以那為什麼維尼爸的媽媽 可以做到這樣 我覺得這樣聽起來 是因為這個維尼爸的這個老婆 她對這個婆婆的需求性很高 因為她從小沒有媽媽 對 一般的女生 其實對另外一個女生的需求性 是相對低的 就希望你不要來管我 可是如果她從小到大 是比較缺少母愛的話 有可能婆婆可以取代這一塊 而且維尼爸的媽媽 也剛好很樂意去替代 所以他們就是一個完美的組合 那我跟我前婆婆 比較不完美是真的 其實也算幸運 因為你的爸爸早逝嘛 你只有媽媽把你帶大 對 那媽媽一般而講 這樣的家庭 媽媽會當婆婆以後 會想要再繼續獨佔兒子 不容易放手 對 但是你媽媽不會 對 可能也跟你太太有關係 那你要跟婆婆一樣 晚上一起敷面膜 其實那個都有耶 如果我們出去旅行 就是也是會買面膜 然後還去買這個圍巾來送 對啊 都會 其實我們都面面俱到 可是你遇到挑剔的 還是沒辦法 所以其實做人不用面面俱到 那黃醫師這邊是有女網友 曾經被巫婆跟獨孤壓榨多年 對 就是說我覺得她 這個還不算是婆媳同住 可是我覺得她是我聽過 就是最慘的這種 遇到這種姑婆 就是婆婆跟這種姑嫂的問題 因為她本身老公就不是很好 這個老公不好 是因為老公有生病 有躁鬱症 然後有躁鬱症 有時候人在衰的時候 真的是一路都衰 比如說可能有躁鬱症之後 又會遇到一些重大的傷病 比如說真的是遇到什麼車禍 或是什麼氣包都有可能 結果身體弄得很不好 那人一旦身體不好 就會失去對自己的自信 所以她會開始擔心 我手上的這些錢 我們家的這個房產 是可以交給老婆嗎 我是跟老婆有這個 就有生小孩 可是可以交給她嗎 其實我發現很多男人 在這種信任度上 可能結婚的年限不久的時候 還是會選擇相信原生的家庭 所以比如說這個網友的老公 她就把她的 因為狀況不好 有時候憂鬱症發作 有時候會去住院 那她就把他們家的現金 竟然是交給她的二姐 也就是這個 不交給老婆 不交給老婆 是交給二姐在保管 他們家的這個經濟命脈 然後有一次真的是去住院了 然後這個你說住院的話 二姐也是會去顧 因為二姐好像離婚回家 所以二姐也有去幫忙去顧 可是當這個 因為這個網友 她自己也要顧很小的小孩 然後又再去醫院這樣接 交替這個輪班的時候 她就聽到奇怪怪的話 什麼奇怪的話 就是說好 這個護理師來了 就是說等一下這個簽名 是要找誰 然後網友心裡想說 這不就是理論上 應該就是配偶 就是太太 然後人家一看到她的時候是說 你是前妻嗎 然後這個時候 其實她的這個大姑還在 然後大姑才旁邊悠悠地說 沒有啦 婚姻關係還在 所以就是說當人家就是在 連在這種醫護的場合 都沒有辦法就是去 站在媳婦的立場 會把她好像講得 好像跟他們家沒有什麼關係 甚至有點像是前妻 然後所以這個網友就覺得說 做得很心寒 這個老公這樣 我跟你顧身體 然後去到醫院 人家還以為我是前妻 都不曉得你們怎麼在背後說 她為什麼這麼不信任太太 其實是因為 可能家裡有一點點錢 然後爸媽可能會教她說 很古早的爸媽會教說 這個老婆要的工 對人家走 是怎麼樣 你身體又壞 會這樣 所以它更難做 這種問題怎麼可能維持 後來離婚了 對啊 真的 對不對 跟你最親密的人 一輩子的人 你竟然不信任他 把錢還交給原生家庭 這個爸爸媽媽會講那個話 倒是真的 很多家裡都會跟 你比較稍微 比較注意那些人 讓我們太太拿去 他們家比較散 一定把你頭拿錢 你才會注意 都會講悲哮話 會 對啊 對啊